那個女生她也在現場 就是Pinkie 天啊 三年啦 妳算滿新的 對 我是 妳是 這個是比賽出來對不對 對 沒錯 一個女生要把自己練成這麼大隻 每天都要訓練 妳腋下這一片蝴蝶肉這麼大塊 底下 肌肉 你看那都是肌肉 很厲害 那一塊叫什麼肌 擴貝肌 擴貝肌 Tesma Store 擴貝肌 妳是比什麼東西 女子比基尼項目 穿比基尼 妳就好好穿比基尼 我們就愛看了 跟我們一般的 跟我們一般看到的比基尼 那個不一樣的線條 女生最難練是哪個肌肉 其實主要是要看肩腰臀的比例 妳有沒有看最近我們那個黃小豬 黃沐妍 他練得跨練得怎麼樣 其實他上台我很驚訝 就是看得出來他滿認真的 很努力在練的感覺 對 這個不是一朝一夕能得來的 其實跨類別可以練成這樣 我覺得真的很了不起 真的 那女生的胸肌好練嗎 其實不需要太大 對 因為其實我們 瞧一瞧還是會有 瞧一瞧還是會有 所以胸不用 這個我是幫LuLu問的 我是說 不是 他那個整體 他要補充一下 在女子比基尼相簿 胸肌不列入評分 真的 對 這個很好奇 我們試看肩膀跟腰 還有臀部的一個比例 他那練到最後都已經變硬塊了 真的 真的會變硬塊 妳問Wendy 就不是脂肪 可是那不是脂肪嗎 脂肪的形態跟脂肪的形態 還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肌肉練出來 是會有快觸 觸感會損失 會 真的 真的 妳看 撩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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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投入好徐姓面的東西 是 是啦 真的啦 這也是女生很在意的事情 對 練到太遠 所以妳的那個本要夠厚 捨得啦 捨得 對 因為現在我練 我真的會變胸肌 不行 先拚 先拚 妳那個平原就算妳還練成盆地 不是 喂 太紅蛙了 不會後來看 Pinky老師 嗨 大家好 我是Pinky 妳真的有三種口味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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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五五 開始 我兩次Pinky 兩次Pinky 喉嚨方向步口秀 對 她那個 妳那個屁股是怎麼練那麼翹 就是熱達 是對方要求 對方 誰 想來個對方啦 教練啊 教練要求 對 教練就是對方 對 請把菊花抬高 菊花抬高 臀部 臀部 髖關節 開玩笑 她的投入這個要下很大決心 真的 就是要能忍這樣 忍喔 什麼氣體啊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在練鋼管 對 然後那時候沒什麼肌肉 對 所以就是 鋼管用到全身的肌肉 對 全身肌肉 對 結果就不知道屁股長得比較厲害 所以練出來這些就屬於 鋼管肌就對了 對 妳說這裡嗎 沒有 全身肌肉 全身的肌肉 對啊 妳這個 結果現在沒在跳 二頭 我們看一下二頭 沒有 還有很多 來 凱教練 他這個要經過多少時間的 才能這麼大頭 施主 有些事要講天分 有人一輩子練不成這樣 平均大概 兩年 三年就這樣 練武奇才 而且我覺得你們很會挑 剛好這兩位就是 台灣第一名 大家知道夢多有辦比賽嗎 對 第一屆全場冠軍 第二屆全場冠軍 你們剛好兩屆冠軍都挑到了 我們現場都是冠軍 對 你看 所以他們經歷 全台灣冠軍 對 真的不容易 你那個好大隻 你是不是要吃很多那種 怪怪的沒有味道的東西 我都吃海鮮 海鮮 海鮮也浮很快 蛋白質嘛 蛋白質很高 對 吃到我也快沒錢了這樣 比較貴 對啊 不是吃到有中風 不是說中風 痛風 痛風 還沒有 因為可能年紀還沒到 關心一下Windy 是 女生更是我們關切的 對 因為其實現在 很多女生都有身材焦慮 容貌焦慮等等的 然後甚至是想要找到自我價值 然後就想要外在變得很好看 然後就會很容易去看 很多人的漂亮的身材 想跟他們一樣 就像凱哥剛剛說的 就會盲目的看 生童好 然後就會去做 可是 我心裡會有散效果這樣子 對 妳是因為身材 對 我也是因為身材焦慮 然後所以才開始踏入 健身這個項目的 以前身材太像媽媽是不是 對 就是因為 妳沒有訓練的時候 妳沒有肌肉纖維 所以沒有體型 然後體脂肪又比較多 對 就是 也不是說完全的 也不會肉很多 可是就是 也不會到胖 但就是鬆鬆 沒有身型這樣子 對 後來才決定說要開始訓練 然後把我的身型練起來 變成倒三角的身型 對 結果練起來呢 喜歡的對象在我面前說 不會啊 我覺得妳這樣很有線條 很棒 但結果我發現 他跟別人對話的時候說 我還是喜歡肌肉量 不要這麼高的 因為妳比他都還壯 可能交往 練成要找同好 對 要找同好 對 所以目前有嗎 有 有鄉處中 鄉處中 郁翔啊 跟郁翔喔 沒有 鄉處中 凱哥在那邊 我們是覺得 因為我們兩個都已經不是單身了 介紹推薦 你單身嘛 我不是單身 好 抱歉 我錯了 不好意思 那在哪間吃垃圾食物 是為了要解決情緒的問題 但是也很容易產生依賴 我覺得遇過的學生 他是對甜食非常非常的依賴 無法抗拒甜食 對 他每天一定要吃兩個 甚至三個 一定要一杯飲料 對 他無法戒 然後他甚至還會 就是私訊我說 教練你看看我吃的這些 好好吃喔 這樣子 擋也擋不住的那種 這類型的人 現在他也知道他自己的 真正問題在哪裡 但他就是沒辦法去面對 自制力太重要了對不對 很多就講 你這個為什麼能不胖 不負胖 三個字 意志 對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來 意想 來 分享一下 我遇到的就是男生女生那種 怕會有誤會 對啊 我遇過女生就是穿 很短的短褲 然後就會很尷尬 就是他在練的時候 我可能在教 要怎麼幫他 可能會 他會 不小心就可能露內褲 那我就會刻意 我就會離他遠一點教他 然後我有遇過就是 遠一點的比我比較輕輕 比較 比較不會被當成先侵犯 怕會有誤會 然後也有遇過 然後你會教一教 然後突然間自己戴墨鏡 沒有 你說這樣看比較不會被發現 好突兀 沒有 因為有遇過男生 就是我在練胸 然後我在教他一個動作 然後結果他只問我說 我可以摸一下嗎 這種的 對 男生直接問你 對 你跟他講要辦卡 對啊 我就說 要收費 要加費用 沒有啦 亂講 還有問我 問我住哪裡的 問我弟子 然後我沒有跟他講 結果他隔一週就來退廢 最翁之一不太久的 覺得沒有搞頭 你們覺得在那個健身房裡面 發出那個聲音是合理嗎 我一到他裡面完全 嗯 嗯 其實有時候是真的要叫 因為當時候 最要突破極限的時候 一定要叫 當勤到深處的時候必須要叫 真的嗎 我聽過一種很做做的 在推的時候他會這樣 噗 噗 那是教練吧 沒有 他自己 自己推 自己推 自己推這樣 push 跟自己喊話 那凱教練你都怎麼講 邊做錯 我是 最後幾下啦 前面沒有 真的 最後幾下真的 噗 在發力 大概到這樣子 對 豪哥你都怎麼叫呢 我其實很安靜 我就正常的呼吸 呼吸 而且 不然你唱歌嘛 因為我以前健身房有個女生 她每次一練就 叫到整個健身房都 大概是什麼 她不好意思 怎麼叫 叫到不好意思 什麼個叫法 什麼叫法 因為那個女生他也在現場 就是Pinky 天啊 兩個抓到了 Pinky是怎麼個練法呢 自己示範一下 你形容一下他怎麼 我現在嗎 我現在很安靜了 我已經忘了我以前怎麼叫 怎麼那妳的印象是什麼 我們都挺害羞的 她叫到就是我跟凱哥 平常會下載的那種影片的那種聲音 誰什麼 不是啊 我沒有下載 我看完就殺掉 但我知道因為 好哥健身房是在地下室B1 然後我知道就有些人 他們從1樓下來 他們還沒有看到我人 就知道我在現場 他們在樓上都聽到了 會不會健身房的聲音 因此變很好 對啊 大概是什麼 哪一類的叫法 因為我比較不會去模仿 我覺得現場有一個很會模仿 模仿達人 逸祥 聽說你很會模仿對不對 我還沒聽過 海教練你聽過嗎 我們聽過 聽過你 來 來 大概就到這樣啦 沒有再過分了 大概就到這樣 這樣還OK啦 Pinky真的是這樣嗎 大概到這樣 對 好像有一點像 對 沒有到很過分 因為你們聽Pinky的聲音 是比較細膏的 那種女孩子的聲音 對 那你想我剛剛那個最後兩下 高八度嘛 好類似 對 我其實跟Pinky一起練過幾次 他的臀為什麼這麼厚 我走不完他臀的刻表 我們做一樣的重量 一樣的技術 他都是重點放在這裡 他真的 他很努力 所以他到最後幾下一定會 哼 氣力放盡 表示他真的很累 真的做到力竭了